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加息 加息 抄底 小心别让人抄了你的底 解答房地产投资 以防养房 养房房老 大家好 我是Sam Liu 解答地产broker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加息 加息 抄底 小心别让人抄了你的底 那自2020年这个疫情爆发 到了2021 2022 也就是今年 现在都12月了 也不见这个完全消失 所以这个疫情对这个整个社会的冲击是非常大 而且这个疫情也就是一个针 把这个整个社会的经济的现象 就是以前很繁荣的这种现象就给它刺破了 那在早期的时候 整体的社会经济十年左右 整个社会繁荣房地产一个劲再往上涨 那在这种整体的过程中 大家都受益了 特别是投资者 那政府在疫情的管控方面做了几样不错的策略 就是政策 那首先政府在疫情的过程中就让大家居家 然后给大家发钱 然后大量的印钞票 来让疫情的严重期给避过去 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策略 那在这个过程中就很多人受益了 然后在家不用工作也能拿钱了 好 在这种状态下就说 经济就开始有另外一个不好的现象 因为政府印了太多钱 而且把这个钱都发到了社会上 那再加上这个钱多又不能出去 也买不了什么东西 加上人不工作也不去做事 那就这个通胀就开始慢慢开始看到了 通胀的影响也是有这个物流开始 然后物流不流通 然后东西就涨价 大家都用这个疫情找借口 就说疫情搞了这个不能工作 不能运输 不能做事 好 这也是一个现象 但是钱多也是一个通胀的因素 那在这政府的这个发放现金 然后再让物流又困难 然后物价上涨 就慢慢慢慢的变成的是通胀特别厉害 那就到了2022年 政府为了控制 疫情慢慢是控制住了 但是通胀是控制不住 那前几个月 政府就开始大幅度的加息 加息它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把这个社会上的现金回收起来 那这就是美国的这个叫减羊毛也好 叫把资金印了太多 发放出去打水漫灌了 那就是通胀上涨很厉害 那要像通胀下来 让它不要这个大水漫灌 那怎么办呢 再把这个钱回收 回收用什么方法呢 那就是加利息 但这次加息超乎所有常人的这个能理解的范围 它就是连续加 加到这个涨到了大家都受不了 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但是也是双刃剑 它会直接影响整个经济 很多行行业也都受到这个冲击 特别是房地产业 还有这个银行的贷款 这些都会受到直接的冲击 特别是借贷 因为在北美洲生活 人们都是靠了借贷来过日子 好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利息这个高幅度的上升 这个会影响好多人的承受力 付款能力 那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状态下 这个加息突然间就把房地产给冲击了 那这后半年的房地产 在2022年的后半年 基本上房地产市场是 这个销售量啊 基本上减半 那在这种情况下 局部的市场 就是说刚需的 自助的 那个产品还是照样卖 其他的全部都基本上停了 你像发展商 楼花 还有这些新屋建设 还有二手高价房 那基本上都是雪上加霜了 那在这种状态下 就有人开始减价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债务能力不一样嘛 承受能力 还款能力也都不一样 所以有部分 一小部分的人呢 开始就见到 他们就说 把价钱减下来 我快点走 赶紧 走了快 把这个债务清掉 那在这种情况下来 我们的一些投资朋友们就开始看到 哎呀 这个是个机会到了 因为他们的思路是在用 跟去年相比 这个房价 他们减了五万十万 这就叫减到了 减到漏了 其实未必 为什么 最近就很多这个投资朋友啊 就开始聊起来了 就是我们互相咨询嘛 大家就探讨说 现在是不是时间减漏 其中有一个很好的投资 做了非常成功的一个投资朋友 他呢就说 我现在看到了有几个 这个就是assignment 就是转卖 楼花转卖 我可不可以 现在来减漏 抄人家的底 那我觉得奇怪了 我说你是一个很保守的 而且也很会投资的一个人 那就聊聊你的财务状态怎么样 那就发现 他的手里有个七八十万现金 在手里拿着 已经很strong了 这样非常厉害了 但是呢 他也有两个是mortgage 还有两个楼花 今年收一个 明年收一个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有现金 放在银行吃利息 那还不如买楼 继续来做投资 那我就觉得 他的想法是正确 但是呢 客观上的问题 他没解决 首先呢 就是说 他这个银行贷款 能不能拿下来 通过这个 大家都是比较熟的嘛 大致上的这个 咨询之后发现 他的收入报税 都不是很高 按照今天银行的这个政策 贷款政策 基本上他拿不到什么贷款 好了 如果他能拿到贷款 他的现金就可以减漏了 对吧 抄底 人家底 但是呢 他如果拿不到银行贷款 那他就麻烦了 如果他把人家的给减了 但是呢 接下来怎么办 这两个 今年一个 明年一个 再接一个 再接两个 他能不能拿到银行贷款 基本上就是等于 五五开 可能也不可能拿到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风险就非常大 好了 那他通过这些分析之后 他才发现 说那这样的 捡不到这一个 那也不怕 自己那两个可以收 他是很保守 再对住了 也好过放在银行收利息 对吧 他认为房地产的回报率比较高 那在这种特定的时间上 他的想法是正确的 因为用相对来讲 今天的房楼市跟去年比 当然是便宜 但是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是未来的经济 刚才我们讲到了 那政府在加息 用加息来制通胀 好了 把通胀能压下来 他也相对把经济给打坏了 为什么 按照这个 现在的银行的贷款 是六厘多了 已经到了 今年12月份 已经六厘多了 好了 到了明年 如果说是利息 不加了 或者还是再加 大家都不确定 如果是不加了 六厘多息 好了 我们算一下这个财务 就是说承受力 作为一个投资者 你买了一个投资产品 以前是一点多厘 两厘息 好了 你的这个承受力 租出去的 这个钱可以盖住 你的mortgage一部分 这个对吧 基本上也能盖完了 好了 那你就补一点 地税 管理费 可以分担了 但是现在加到六厘息 你又多了四厘 那四厘息呢 这个四厘息就是 你用哪里的钱来盖的 你的收入 这个 这个 租金是盖不住了 那你就要补 对吧 你从你这个 这个income里边 从做生意赚到的钱也好 做工赚到钱也好 来补它 好了 这是房地产部分 加高了这个 一大绝 一大块 要补这个补的钱 但是你没有想到 你的生活费用 通胀上来不只是通胀房地产 房地产是受益者 通胀了 涨价了 但是呢 在其他的commodity 就是其他的消费产品 全部都加价 有些加了不止一倍两倍 有些加10%常用生活品 加了少 但是不常用的生活品 该需要的买的都加了很多 按照这个基本的账面来算 那就是说你之前这样比喻说 在去年你5000块钱一个月的收入 你可以买10样东西 包括你的房屋费用 旅游费用 家庭费用 消费费用 但是今天 今年或者到明年2023年 利息涨到了6厘多 你还是有这个贷物嘛 对吧 那你的收入还是5000块钱 你要知道你只能买到6样东西了 消费6样东西 剩下那4样东西 你基本上是已经从这个通胀上 跟这个打在里边 你就基本上是已经 不可能再用消费 这4样上面上了 你只能节省 那好了 这是一个骨牌效应 你在这4样上面 你没有花销了 你节省下来了 但是在做这个经营这4样 这个生意的公司 人 行业 开始受到冲击 那好了 你就像我们很简单的来讲 银行贷款 本来一天 一个银行贷款 可以一个mortgage 可以带10个 一个月做10个生意 那现在只能做5个生意 5个人的这个贷款 那他的收入减半了 他也要减半了 所以这就是股牌效应 一样一样就下来 所以到了明年 这个消费者承受的这个承受力 还有这个借贷人的这个承受力 开始逐步的面对 完全的开始按照这个收支跟开支 开始针对了 就是平衡了 那个时候不平衡的时候 他就开始要节省的节省 停止的停止 那这种情况下 就一个影响一个 一个影响 股牌倒一个 再倒一个 接住 一个一个就往下倒 那在这种情况下 就直接冲击了这个房地产 那我们讲回来了 说投资者现在想抄底 那明年如果房价就是说上涨下跌 我们不去讨论 我们只讲说明年的承受力 还有多少这个现金 还有多少人会在房地产里边滚动 首先银行的这个利息高了 很多这个贷款的人已经退出来了 本来合适的能贷50万的 现在只能贷40万 35万了 好了 贷不到了 他也不能再往市场里进 还有这个 就是说 政府给这个新移民预备了这个 新移民进来了 有些新移民没有工作 他也不能贷款 而且贷款的额度也有限制 好了 这是一个限制 还有明年1月开始 外国人一律不许买房子 这对房产又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再大的 最后讲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说我们最近发现了 说12月份银行的这个GIC 已经到了五厘了 那如果说五厘的利息 如果有现金 我就知道很多我们的这个投资客 有个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四十万五十万 现在这个钱都去哪里了 已经都被银行吸走了 都放在银行锁了GIC 至少一锁一年 有了还锁三年 好了 这个市场上的现金 都不会再流通了 也不会投资了 这个时候就没有资金往房地产里进 这个就是政府的这个加息的本意 是让所有的投资 清静下来 重新洗牌 重新调整 那在这个过程中 一定就有一些 哪个庙里面有一些驱死鬼 如果你债务太大 这个承受力开始失衡 那基本上这些人就开始砍 这一开始放盘 一开始砍 那你就明年就看到了 兵败如山倒 这就是噼里啪啦 这人往外跑的时候 他就开始斩 也许明年你见到这个单位 又减了五万 或者十万 那你觉得这个叫抄底吗 还是减漏 好了 时间过了很快 2022年就快结束了 在这整了一年里 我们这个网友 跟我们的投资客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我跟Fred代表杰达地产 向大家做一个拜年 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祝我们的朋友 大家各位 全家身体健康 平安 我们明年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arakat